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山 王毅庭 杨航 SMH48 宋新冉等主演的轻鼓风甜爽剧 如意芳菲在爱奇艺开播以来热度一路飙升 各种话事发糖迅速抢占了热搜榜 本周各队CP们又会携手结合哪些经典的名场面呢 我们来一探究竟 话题大户官配CP甜爽充榜 Zero 唯意芳菲剧情的发展和CP线的日渐明朗 故事的甜爽指数也在日渐的走高 由居进一张主汉饰演的素容夫妇 虽是一路小吵小闹 但是在经历了蒙山护塑心意迷乱中的首吻 月下节欲等重重的关卡之后 终于情定引我重之夜 一把定情善一句此善子齿一把 此心就此一颗 简直是塑到骨子里了 而另外一边由王右朔和登纳许佳琪饰演的 告白宣言CP也是进展神速 不只是数字当街秀恩爱 傅宣还用一个经典的570谐音梗 撩得小侯爷心慌怒放的 芙蓉相亲素王救芙蓉受伤 素王抢粉复容复容吃醋和五百起碑复轩等等 剧集话题也是轮番的甜爽冲榜 网友们又莫表示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 而是我课的CP 所以小如意下一集还会发糖吗 这股如意潮呢 也是让如意放飞 顺势成为了金秋大热剧的刷屏剧集 大婚业开启 虐恋全程高能太上头了 上售糖分还没有被稀释 本周高能已经早早安排上了 素容夫妇在爱情上的两情相悦 在事业上却遇到了曲折起伏 硫磺酸食一案呢 虽然是已经顺利告破 但是幕后真凶永远逍遥法外 而妇容师傅柳如意的意外去世 也让剧情更加的扑朔迷离 终于盼来的素容夫妇大婚之夜 也因此改变了走向 预告当中 妇容因为误会素王 是杀害柳如意的凶手 在行徒之夜拔刀相向 素王一句 你愿意嫁给我 只是想要报仇吗 心酸之中依然饱含着深深的浓情 让人不禁的唏嘘 虐恋这么快就要开始了吗 尽管说到心爱之人的怀疑 素王却依旧掩饰不了自己的爱意 妇容溜出了王府求乏 素王却转身用一记 如意托把她带走了 又酥又宠 让人一发期待两个人 解开误会之后的甜蜜新婚生活 而另一边由刘玉畅饰演的痴情 安王在面对心爱之人 另嫁他人之后 想必也是会有所行动的 墙头夫妇上线 百分百成田 不同于素容夫妇的甜虐 交织告白宣言思辟 即将步入到稳步的发肠阶段 自从五百起和傅轩 尝到了爬墙谈恋爱的快乐之后 两个人正式开启了 墙头夫妇的模式 月上柳梢头人约强怨后 没有什么是心事 一次墙头聊天解决不了的 参照前几集的发肠快感 这个墙头我断定了 除了爱情端的双箭头的输出 墙头夫妇呢 已即将面对新一轮的考验 傅轩答应帮五百起查看账本 也为潜伏在凤莱仪的危机和阴谋之下 埋下了伏笔 二人会如何的携手渡过难关 雕足了观众的胃口 素中夫妇如何破解误会呢 安亡又将会有什么动作呢 墙头夫妇又将解锁什么样的恋爱新姿势呢 柳如意的死因又究竟是什么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